中国的电动车呢 就是因为它价廉物美 使得这些欧洲人啊 自己招架不住 那所以说 它就采取下下车 损人不利己 而且是双输的格局 那你这样子干的话 那好 中方当然也是 必须要回敬你 找到一项乳制品 我们传统的中国菜里头啊 很少用牛奶 那所以说这个乳制品呢 对中国人来说呢 我觉得是并没有那么重要 汽车对他们来讲 反而是重要性更高 中方只是说 我给你一个回敬 希望呢 你能够回头试案 是不是 双方还可以重归就好 欧盟执委会 20日呢 对中国进口电动车的 反补贴调查 中裁披露啊 但这是欧方 单方面的认定 事实 而非双方 共同认可的结果 这个结论就是呢 欧盟要严拟 对这个中国电动车来 加征9%到36.3%的关税 加上原本就已经存在 10%的这个基础关税了 等于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出口到欧盟最高 要被征收到46.3% 将近五成的关税 这就很离谱了 而中方也不是吃素的 随即也做出了反制 那被你欧盟来限制电动车 那我们也要打你们的乳制品 所以想问一下汤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欧盟跟 中国这场电动车 还有起司的贸易战 好 这个一般来讲啊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啊 或者我们称为所谓的这个自由贸易啊 就是互通有无互利双赢吧 对不对 那这里头 这个核心的这个内涵呢 就是比较利益 意思就是说 我家的东西可能比较便宜 卖到你家去呢 这个我就可以赚到这个比较利益的 相对的 你的东西卖过来也是一样的 那可是现在呢 就呈现了所谓的 我们先讲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有几项呢 就第一个它是关税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关税 第二个限额 比如说你的车子卖过来 一年五千辆 多了没有 这个也算是一个贸易壁垒 另外一个还有规格 比如说你的车子排气量 超过我的标准 我就不准你卖了 或者我就立一个法律 把这个标准低得特别高 那你这个车公平就卖不进来了 那这种也是一个手段 那可是现在呢 你们刚刚讲到了 就说这个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呢 就是因为它价廉物媒 那使得这些欧洲人呢 他自己招架不住 那所以说他就采取这个下下策 那这个下下策呢 就是损人不利己 而且是双输的格局 那你这样子干的话 那好 那当然 那中方当然也是 这个必须要回敬你 回敬你的话 当然他就现在找了 找了一项这个 这个乳制品 没错 所谓的乳制品啊 比较特殊 特殊在哪里的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中国菜里头啊 很少用牛奶的 对 没错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乳制品呢 对中国人来说呢 我觉得是并没有那么重要 你这个汽车 对他们来讲 那反而是这个重要性更高 是 好了 那你这样弄的话 那当然中方只是说 我给你一个回敬 回敬你一下 那希望呢 你能够回头试案 那这样子 是不是双方还可以重归就好 那你现在 这个 应该是说 中方的这个价廉物美的产品呢 应该可以刺激你们 在相关的领域呢 或者说是其他的领域呢 在你能够更加的升级 更加的改善 改善你们的这些 所谓的比较利益 然后呢 你可以反过来 你再迈到中国来 对不对 那可是现在你们好像这个 这个扶手称臣啊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打不过了 那所以说只能 采取这个下策了 博老师我们看到 在欧盟进行调查后 好像仿佛留了一手 他们就是决定对这个特斯拉 在中国制的电动车 他们加征关税的幅度 是砍半的 为什么会有 特别关照特斯拉 这种大小眼的状况 是美国背后关系的考虑 那当然啊 美国老大哥啊 那你这个要 这个得罪不起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里头当然就是一个 这个贸易的这个 顺差逆差的这个问题 这个中欧的贸易啊 中方是顺差 而且顺差呢 4000亿 一年 4000亿美元 可是呢 美欧的贸易呢 是欧方顺差 意思就是说 我们欧洲人啊 被中国人赚的钱 赚的蛮多了 可是呢 我们同样的去赚美国人的钱 那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美国人 就是这个 这个马斯克的 他的这个特斯拉 他就给他一个特别优待 他觉得说 反正我们跟美国啊 我们是赚你的钱嘛 那所以说呢 我给你的这个特斯拉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 关税的这个额度啦 限额呢 就没有像对中国那么高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有一个差别的 好 而除了对这个 中国的电动车开刀 欧洲贸易纠纷呢 我相信后面 还有好几个回合的较量 而且 矛头不只是在电动车 他们还指向了 像是钢铁的贬材啦 木地板 医疗器械 还有什么所谓的 锋利 涡轮机 太阳能电板等等 这个贸易战 若是规模继续扩大下去 可以说影响是 众多产业 全方面的 无差别供给 那说好听一点 叫做贸易的保护主义 那讲难听一点 就是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啦 再来想问一下 侯议员 你觉得这会是一个 两败俱伤的局面吗 这到目前为止 欧盟的关税政策 因为从7月开始 就已经要征收这个关税 当然到10月的时候 都还有一定的谈判的空间 那所有的理由 都是站不住脚 什么政府大量补贴 不公平的竞争 那我们也都知道 实际上就是因为 欧洲内部自己的 这个汽车业 他们也想要生活 以及欧盟在政治上 试图来对中国大陆 进行打压 不过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立场 也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德国 因为他们自己 有非常多的车 也都销往大陆 很担心遭到对等报复 所以德国向来 都是持反对态度 但是其他的 像是意大利 或者是法国 那他们可能自己 有一些对中国大陆 比较不满的意见跟声音 所以就比较支持 这样的立场 那么在接下来 会令人担心的是说 整体贸易战的升级 因为不仅是 针对汽车行业 那欧洲对于大陆 还有非常多一些 都打算要去出手制裁的 那为什么要制裁 也是因为他们物美价廉 也是因为他们大量的 就是让欧洲人都去买他们单 不去买自己本国的产品 包含像是什么 钢铁的贬材 木地板 医疗器械 锋利 涡轮机 太阳能电池板等等 都可能会引发相当的贸易战 那么当然 中国大陆目前也有了反制的作为 那么这个反制的作为 跟欧盟目前的作为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 至少目前官方所宣告出来的 我们都是接到了产业的请求 我们都是接到了具体行业的陈情 所以我们来据此发出调查 那么欧盟呢 他们并不是接到汽车产业 说那他们希望能够来加征关水 不是 欧盟完全都是由一些政治人物 来单方面决定的 而且甚至汽车产业是反对的 那这当然就跟大陆是因为 内部产业的这个承情跟抗议 来做出抗衡 那你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因为这个声音 在大陆是已经压制很久 因为毕竟在这个自由贸易市场 为主的状态之下 大家原则上就不要倾启贸易战 那么你说 最后会产生什么局面 基本上 如果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的贸易保护壁垒 任何的关税政策 都是不好的 因为你最终都是嫁祸到消费者端 你的成本会增加 你不见得你保护的那个行业 真的有变得更加的起色 或者更加的了不起 因为美国自己也坦诚 自从2018年对大陆开启的贸易关税战 实际上最后呢 你只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导致美国的物价上涨 那你所要保护的产业呢 好像也没多大的起色 而且更关键的是 中美的贸易量还比2018年 又每一年几乎都节节突破跟升高 所以美国的制裁 好像是制裁了个寂寞 那么反过来讲 即便欧盟真的呢 又不买大陆的相关电动车了 那么大陆的这些电动车 会跑到什么地方呢 那它很有可能就会继续往 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 就没有关税的这些国家去卖了 那么就对于说 中国大陆本来在一带一路的这些布局 然后在亚拉非的这些国家 他们就会开着更多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因为本来就是物美价廉 就消费上 他们也比较能够享受得起 那么这些国家 未来在净零碳排的议题上 也都会纷纷响应 跟支持中国大陆的主张 从而呢 因为在所谓的能源车的这一块 就是它在净零碳排 就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那如果欧洲跟美国这块发展的比较缓慢 那等于在净零碳排的这一块 欧美就会趋于劣势 到时候议题上面 北京所握有的主导权 可能就会更大 确实就像议员还有汤老师刚刚讲的 目前欧美势力对中国大陆这些制裁 感觉是这个政策面 大于经济面的一些考量 而且像欧美势力 对中国电动车的不友善 到什么程度呢 真的是透过这些争碎的不合理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山不转路转 正门不开 我们可以从侧门落 那比亚迪布局墨西哥这一步棋 就已经把这个工厂的选址 单缩小到了三个州的范围了 可以说是选址已经呼之欲出了 而且末国的各州政府 都是端出了建厂的激励措施 还有多方面的这些优惠的牛肉 希望比亚迪你赶快来吧 那一旦这件事情敲定了 比亚迪的这个墨西哥厂 他是否会像一把这个兼任 盲刺在背 让美国的车骑士冷汗直流 压力三大门将军 其实我觉得比亚迪到墨西哥去 不是走侧门 就是走后门 而是走大门 为什么我讲要走大门呢 因为美国来讲的话 我们从上个月 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特别就讲墨西哥的中国车器 他们正在那里设置这场 要迈到我们国家来 你看川普多紧张 那另外这个戴琪 美国贸易代表的戴琪 也特别讲这一话 他说我们不会让墨西哥 成为中国的后门 这个中国车器的后门 因为美国墨西哥 还有加拿大 他们三个国家 有一个贸易协定 所以他们有这个赌注 那美国自己本身 也对墨西哥的政府 施加很大的压力 就不准墨西哥 给中国车器 给它优惠的土地 给它这个优惠的税率 等等这些相关的奖励措施 不准给墨西哥 不准墨西哥政府给中国 那墨西哥政府也同意了 可是为什么墨西哥里面 这个政府虽然说 也都接受美国这种压力 可是各州政府 这个抢着要比亚迪去设厂 而且欢欣鼓舞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比亚迪去那里设厂 可以制造他们工人就业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比亚迪去那里 可以提升他们科技的能力 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 就是有市场 那这个市场是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拉丁美洲的市场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光墨西哥自己本身 就是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 它自己本身就有用车的需求 然后这个比亚迪的车子 就像是刚刚前面两位 所讲的物美价格 CP值很高 它那个车子价位 就是你车子的一半的价位 那这么便宜 它墨西哥人民需要这种 需要这种价位 然后接下来 不只是光墨西哥 它往南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巴西 或者阿根廷 它有广大的市场 这是第一个 所以可以增加 它就业人员机会 那美国为什么在紧张什么 人家卖到这些国家去 你美国有什么好紧张 其实中间来讲的话 美国不得不依赖 这个墨西哥的这些车器 怎么讲呢 比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墨西哥它制造 你不准你整车进口 可是你需要这些墨西哥 相关的车子的零件 比如说车子的后视镜 车子的保险杠 等等这些车子的零件来讲的话 它还是可以从墨西哥来进口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电动车 最贵的是什么 是那个电池 而且最科技的是那个电池 那美国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说它对这个车子来讲的话 你只要是车子 里面所有零件 有牵涉到中国车系制造 它就不给你奖励措施 可是问题是说 你美国自己做的车子 那个电池来讲的话 这个损耗率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电池大概充电几次以后 它慢慢就会 这个充电能力就会消弱 那中国宁的时代或BRD 它电池效果很好 那你第一次我买车的时候 你不给我补助没关系 我买你美国车 可是我用了五年之后 我电池要换啊 所以我电池每天都要换 它就换这个电池 换这个中国车系 比如说BRD或宁的时代电池 它那个电池又便宜 这个充电效果又好 所以它后续来讲 还是会买中国 那你没有给我补助没关系 因为我只是买零件 我也不需要你补助 所以我觉得从以上来讲的话 所以为什么这个美国虽然说 对墨西哥政府来讲 施加很大的压力 然后不管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或戴琪来讲的话 他们都知道说你有外包 有可能中国从后门 从这个后路走进来 透过墨西哥把这些东西卖到我中国 卖到我美国本土来 可是为什么各州的 墨西哥各州政府来讲 还是竭力的欢迎 那目前来讲的话 三个州 选定了三个州 后续我们可以观察 到底是却贫重选哪个州 我相信那个州 墨西哥那个州的老百姓 应该都非常高兴 因为最起码迎来很大的一个 就业工作的一个机会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利多 欧盟15号就对 是否对中国大陆制的这个电动车 要加征暂时性的反补贴关税 要进行表决 我们来看到这个表决结果 意大利跟西班牙是投票支持 那瑞典的部分 它表明就是会投弃权票 还有德国企业 因为很担心说会引发欧中贸易战 所以柏林当局很可能就会弃权 来推动欧中可以再有磋商的机会 好 这真的看起来是试探性的出招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杰大师 我想当然是为了欧洲自己的汽车产业着想 因为欧盟它是各国的一个组合 欧洲二三个国家组合 它每个国家利益也不太一样 那这里面我想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 科生关税影响的就是欧洲的几个主要有汽车工业的国家 第一个当然就是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这几个国家 那这里面就各有盘算 所以要算账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出手 在这个后面真正在迎武者是法国跟西班牙 所以中国大陆很清楚 这个虽然是暂时性补贴关税 中国大陆已经在延宁怎么样 延宁对猪肉进行报复 猪肉主要影响就是西班牙 中国大陆大概进口 这个欧盟的猪肉一年大概差不多20亿 大概欧元 主要是西班牙的猪肉 所以基本上你是冤有头再有主 欧洲国家你打着欧盟旗号 其实背后出主一个西班牙 我就报复你 另外一个就是法国 那法国现在就是中国大陆对欧盟的这个 反请销调查 针对法国的这个白兰地 大概有12亿欧元 所以就是精准打击了 那德国是夹在其中 那德国因为事实上话 德国也是受害者 也是苦主 因为这里面禁止的 这个现在销售这个欧洲市场 欧盟市场的电动车 有很多有很大一部分 是欧洲品牌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 回销到欧盟的市场 所以就变成欧盟 像德国这些什么Volkswagen Audi 这个BN 他们的电动车 卖回到欧盟市场 被课征 这种报复性关税 所以它也是受害者 不过他们就是说 一直在跟中国大陆进行单方面交涉 中国大陆也曾经说过一次 就是说 我要对2.5公升以上引擎的 这种大型的这种轿车 我要进行 我要给25%的关税 惩罚性关税 不过 有传闻 没有动作 所以现在整个就是说 这个试探性目的 大家都还在怎么样 都还在怎么样 在这东西各有牌的算 那 不过就是说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我想他们也可以看清一个 他们大概也看清一个问题 就变成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汽车工业兴起的时候 它要进入美国跟欧洲市场 都会遭受到 这两个国家跟地区 的严重的贸易保护措施 他们是非常保护自己市场的 所以现在很多部分就变成 中国大陆可能也 仿照当时日本跟韩国车的 一个做法就变成 我到你当地去设厂 意大利事实上就是这样 意大利它的这个 就很想吸引中国大陆的 已经在跟比亚迪谈了 希望比亚迪到意大利去设厂 那么振兴意大利的车 这个汽车工业 因为意大利的汽车 一直在往下滑 它去年的生产就比前年少了23% 那今年的第一季 它的这个掉的量 也掉了12.4% 所以意大利的汽车工业 一直在萎缩 所以它想要给中国大陆的产品 进入欧洲市场建立一个门槛 逼着中国大陆汽车到意大利来投资 振兴一下意大利的这个汽车工业 那匈牙利当然了 匈牙利是最大的受惠者 那么除了这个 这个BRD已经投资了 这个30亿欧元吧 那还有就是宁德时代 做汽车电池 大概60亿欧元 都在都设在匈牙利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些国家 有一些国家打的算盘就是说 我就用保护的方式 这种叫进口替代 把逼着你 把你的厂射到欧洲国家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场 一种全方位 而且很复杂的一个较劲的过程 所以最后呢 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场较劲 可能不是一两年就会停止了 那当然就是双方能够避免了 这个全方面的贸易战 我觉得是双方都在尽力 在努力的 可是这一场有关汽车的这一场 这个角力 尤其电动车的角力 我觉得方心为爱吧 是 这一场角力 我们要来看到的 像是这个奢侈品 汽车 农产品 航空 都是欧盟对中国大陆出口的主力产业 那接下来跟你怎么看 现在中国方面要怎么样应对呢 是采各个急迫吗 西方的专家已经研究出来了 不管你寄出37.6%的那个 这等于是惩罚性关税了 他们说它只有多少效果 你知道 只能遏止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 四分之一 你只能削减四分之一而已 另外四分之三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打掉 不能打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需求 而且在这个相对的关税的壁垒之下 你不可能再进一步去限制 大陆汽车的进口 不然的话 那就会产生相应的绝对报复 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我被在北里打掉四分之一 就是等于是二分之一不能进口的话 那大陆的汽车工业要怎么办 它跟德国跟法国 跟几个主要欧盟国家的 那个贸易谈判要怎么谈 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说 现在是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了 是你们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 你不能一直讲说补贴补贴 你们中国就会用一招 就是不断补贴自己本身的 比如说你认为是要加强竞争力度 比如说电动车产业 还有汽车电池产业 这些相关领域 你说大陆一直是在补贴 错了 他们说在大陆内部的竞争也很可怕 汽车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 也很激烈 你只能 你看到国家的补贴 你是活不下去的 你要在海外 自己去开拓 那个销售的市场 所以再这样下去 在2030之前 那大陆的经济措施 跟它的对外的贸易的态度 必须在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就能够确定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说 其实欧盟对大陆的这些经济制裁 恐怕就像介大使讲的 要两三年以后 还会再继续下去 而且这个事情 芳心慰爱 还没结束了 是好 那来看到美国的部分 美国8月1号 要直接把这个中夺大陆的 进口电动车 加到百分之百的关税 虽然说这个的确加得很高 但必须要留意到的是 其实这个数量部分 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 数量其实是很有限 我们来看到这根据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2023年 中国电动车对于美国的出口 就只有一万多辆 在出口总量上 其实占比不到百分之一 但为何还要来加增关税 我们来看到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拜登对中国加重税 有四大原因 除了保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 还有国家安全考量之外 还有不断让大陆 获得新的垄断地位 以及需要透过能源转型 来创造就业 汉林议员您怎么解读 纽约时报还是相当客气 因为最核心的原因没写 就是为了选举 拜登要选举要选票 首先的汽车工会 先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给予了大力支持 所以在这种出台 看似保护汽车工会 看似保护从业人员的政策 当然不能输 而第二就是整体的 美国反华的声音 还是比较重的 他为了展现自己 对中国大陆比较强硬 所以也必须要出台这些措施 尽管我们看到 这个措施实际上 是制裁不到什么东西 而且在前一周 美国又公布了一项民调 就在摇摆州的选民 有六成都支持 对中国大陆加关税 六成都支持 而且是摇摆州 所以对拜登来说 他当然必须要继续展开 他对中国大陆强硬的相关立场 那当然实际上 对于汽车的领域 对电动车领域 拜登也推了17亿的美元 在八个州都说 要来增加补贴 说好的自由贸易呢 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叫做《复国的唐一》 它这里面就终观历史上所有 凡事告诉你 知识产权很重要 自由贸易很重要的这个国家 在早期都是靠着窃取 以及靠着贸易保护 然后来成为强国的 所以美国先前抨击 大陆的芯片半导体 干嘛呢 国家补贴 他自己也在搞国家补贴 然后你看大陆电动车 国家补贴 他自己也在搞国家补贴 所以同样的道理的话 那其实大陆也可以对美国 实施这个关税壁垒 也可以实施贸易制裁 因为美国也在搞 这个补贴的政策 那么实际上 这个所谓的保护汽车厂商啦 或者创造这些机会啦 这个当然有 但是呢 其实效果不是很大 那么核心的一个原因 除了选举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所说的 第一个叫 不让北京获得新的垄断地位 为啥 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你怎么可以 汽车这个领域 电动车的领域 干得比美国还要厉害呢 当然不行 不能够允许世界有国家 比美国强 那第二个 巩固国家安全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呢 因为如果大陆电动车过来 他就可以收集我们美国 这个出行的记录 这个数据 我觉得 拜登的路遥 应该会很喜欢沈默奖的 香港 这个